《英雄》 英雄首先得是個人 今天的觀眾 一要看真實 二要看過程 我覺得這首先才是一個好看的戲 你要讓觀眾覺得你這個戲好看 才能懂得這戲的意義和價值 我希望觀眾在舞台上 看見的不是演員王雷 而是一個軍人 一個民族英雄 鄧氏長 新華訪談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演員王雷 其實我們這個話劇 當我看到它的文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心意 可能跟大家想像到這個故事如何開場 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當然鄧氏昌 在他45歲生日的那一天 他犧牲了 就是這個人物和這個國家 和這個民族 冥冥之中的一種選擇 包括我們在排練之前 隨著導演 我們一起去了威海的劉宮島 去采風 包括我們的船 在接近於劉宮島的碼頭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到了鄧氏昌的雕塑 極其有神韻的一個雕塑 就像是看見了他一樣 站在那個沙灘上就看著這片海 我就感覺似乎好像能聞到硝煙的味道 因為我心裡帶著 這種創作的感受去的嘛 我好像耳朵裡能聽見號聲 因為我們在打這場戰役的時候 鄧氏昌摔領的致遠號 我們的裝備是落後於日本艦隊的 即使那樣 我們的海軍頑強抵抗 似乎眼前能看到這個 非常慘烈的戰爭的過程 所以鄧氏昌為什麼以一生赴一戰 就我一輩子 我就打著一場仗 而且是抱定必死的 我覺得這些對我演這個人物 有巨大的幫助 我會讓自己很充實 我們曾經無比清晰地看見過 那一抹耀眼的光亮 強 能致遠的希望 說實話排到現在 我也是每天都會有一些驚喜 我覺得我們的導演 非常有創造力的 包括我們的編曲老師 形體老師 造型 我覺得他們都發揮了他們的水平 都在給這個戲增光天才 讓我感受到 這個戲出來以後 是一個非常非常新穎的 國際化表達 就是我覺得 鄧日昌他不只是一個 中國人的英雄 他也是世界的經典人物 我在排這個話劇的時候 我覺得鄧日昌有一段戲 我很受震撼 他想成為昆蓬 他說難為昆蓬 便作驚畏填海 明知海不可填 仍日月不停 力威而氣盛 我覺得這個讓我 它是一個比喻言了 一隻鳥叫驚畏 它明知道這個海多大呀 這個鳥就牽著那個小木櫃往海裡扔 小錢小石子往海裡扔 它面對困難 它的這種不服輸的這種執著 它最後依死來作為自己的終結的句號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就是一個象徵意義的一個語言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年輕人包括我自己 我們要有驚畏填海的這樣的一個勇氣 魄力和一個人生的格局 這樣的話我們當面對困難 面對挫折的時候 我們會想辦法讓自己站起來 會重新地去面對這個困難 克服這個困難 我覺得這都是鄧日昌身上的亮點 是他的這個高光時刻 這值得我 值得我們大家去學習 開足馬力壯臣吉野 今天的觀眾一要看真實 二要看過程 我覺得這首先才是一個好看的戲 你要讓觀眾覺得你這個戲好看 才能懂得這戲的意義和價值 我去扮演英雄人物的目的 就是要去讓年輕人了解英雄 感恩英雄 這是我們排戲的目的 演戲的目的 英雄首先得是個人 他得真實 你的真實會吸引觀眾 觀眾最想看到的是這個真實的英雄 是個什麼樣的人 而且要看到他的心理過程 因為我覺得他裡面 其實他不只是英雄氣概 他更多的是去讓觀眾看到 在那個時代這樣一個民族的英雄 他面對困境 他面對困難 他是如何被打倒 又如何掙扎的 如何站起來 然後就是如何表現 舞台上是這樣的 你一看一閉眼睛可能就是千鈞万馬 你一看一束光下來可能就是希望 他有一種象征意義 所以我覺得話劇有話劇的特色 觀眾走進劇場看鄧志昌 我相信觀眾也是想看到話劇如何呈現 鄧志昌這個人物 如何再現甲午海戰的場面 我覺得這是觀眾所期待的 所以我希望觀眾在舞台上 看見的不是演員王磊 而是一個軍人的 一個民族英雄鄧志昌